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圣书太妇脑 从这个紫薇的流年来看 这个几亥年的整体的经济如何 是 各位啊 看一下 既然谈整体运势 我们就不把命盘拿出来了 直接看四画里面的 舞曲画录跟文曲画机 各位没看到这两个 一个舞一个文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叫舞曲 什么叫文曲 话说七百年前 施奈安写了一本叫《水浒传》 他说宋仁宗乃是紫薇心下凡 旁边两个大臣 一个叫舞曲心下凡的 是狄青 还有一个文曲心下凡的 叫做包整 请问皇上你认得包整吗 包今天 好险 我很怕我们皇上知识不够 他以为包今天的本名叫金超群 所以我特别帮你上一课 但是舞曲画录跟文曲画迹的意思就是天下大乱 为什么啊 因为代表了古将爱钱了 而文官怕死了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天下大乱的人生的造 那么从舞曲画录为什么我们讲叫乱中生财 大家别怕啊 次画是十年画一遍 所以2009年是不是同样舞曲画录啊 请皇上记得当年虽然你年纪小 是 那时候美国次贷风云 是不是大家都吓得不得了 是 当年的花旗银行跌到只剩一块钱美金 你买不买 真的哦 我有个朋友真的进去买 各位知道算几倍 五十倍 但是他当时有一句名言 他说花旗银行太大了 大到美国政府绝对不会给他倒 所以放心买 可是你看这是叫乱中生财 是 可是文曲画迹的意思就是 怕怕买到电啊 顺一块而已 买不买不买不买 所以我们看哦 当时的台湾 十年前是不是发消费券啊 当年 有没有皇上去买房子呢 当年一买 五年内都是赚一倍的哦 是不是 所以啊 不要怕乱 乱中生财啊 天下大乱 行事大好啊 这就是 舞曲画录加上 文曲画迹的意思所在咯